歡迎光臨快樂大家 我是盈婷 這個星期我們用一個輕鬆愉悅的心情來看待台灣的車市 其實歷經的這個暑假很多人是四處趴趴趴 甚至出國玩喔 那台灣頭台灣尾玩透透的人也大有人在 那不知道大家暑假過得怎麼樣呢 那在8月份的市場裡面 我們今天透過了總市場的銷售數字 來瞭解一下車市的一些更迭 以8月的總市場的這個掛牌數字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賣得最好的是Toyota Tom S 1914台 有機會來挑戰2000的關卡 那頸椎在後也是自己品牌的 Cora Cross19003台 以及RAV4的1271台 還有Yaris Cross 雖然大家說這個級距好像跟之前我們熟悉的休旅 級距不一樣 可是它有休旅的一些功能在 所以其實基本上在消費市場上也蠻受到青睞的 有1115台 那再來呢就是過去呢這個是戰場老鳥喔 這個商務車裡面的首選車款之一 就是GMC的Verica Verica的銷售數字來到763台 那比較特殊的一點呢就是在第六名的地方 因為第六名以往我們在看大部分都是我們熟悉的一些車款 或者是油車 但是呢Model 5Y在今年呢這個成績真的非常不俗喔 就單一車款的Model Y直接銷售數字來到755台喔 電動車而且是單一車款 其實這個成績真的是不俗 那我們這個週末輕輕鬆鬆的呢也要帶大家出去玩 所以呢我們也會帶著小朋友喔 小狗呢一起帶大家一起出去感受生活 因為車買來就是要開要出去玩 那我們看完Model Y之後呢 來看到第七名呢是這個Honda的CRV 也是一直以來在這個各個不同世代的改變之下呢 有很多人喔就是一台換了一台 就是車就算開老了 他再換也還是要換CRV 那這樣子始終支持本天的這個粉絲朋友呢 也是繳出了一個還不錯的成績單 來到733台喔 那還有就是神A了 神A這回呢是656台 這對神A而言可能是差強人力 但沒辦法 因為同集團裡面的其他的車款呢 其實能量都很大 而且配備也給的很好 選項太多了喔 但是這成績實在是不俗的 那再來就是Lexus的NS 交出了646台 好我們這張圖表呢 講了這麼久的時間喔 銷售Top10 你有沒有發現一個 跟過去幾個月不太一樣的狀況 第一次看到了這個MG呢 掉到了前10名之後面了 那我們就特別看了一下 MG這個8月份的總市場的銷售數字喔 其實他們家賣的比較好的就是HS了 賣了309台 其實還是有一定的支持者 求證的這個MG台灣的說法呢 主要是因為產線有在修正 所以必然也會影響到 這個交車的數量喔 那所以稍微調整過後呢 應該就一切恢復正常 但現在對品牌比較辛苦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心智上路了 所以本來銷售挺好的這個MG4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要調整的一個料件上面呢 可能還是要面臨一關關的挑戰喔 所以每個品牌呢 說實在經營起來都不太容易喔 要滿足法規 要滿足消費者需求 要滿足他的成本跟銷售的金額 能不能夠Balance甚至賺錢喔 這個基本上每個品牌都有自己考量的重點喔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就來看看呢 這個休旅大戰RAV4對上CRV喔 基本上他們兩個的懸殊喔 幾乎都快差到一半以上了 有機會呢我們再來針對新世代的休旅車呢 幫大家進一步來做分享 那今天我們倒是看到了這個Town S喔 竟然可以賣到1914台 那在過去大家非常喜歡的Varica上面呢 也是賣了交出了763台 這樣的需求之下呢我們可以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現在對於工作不能只當做是工作 就是你買一台工作車你如果純粹當做貨車的需求 當然還是有所以支撐它的銷售力道 但是有一群人慢慢進到這市場他是誰呢 就是他覺得這個工作車這個鄉型車 小小的改造過後呢它可以滿足它 露營跟出遊的需求 那你就會問啊 欸露營出遊我開一個貨車這樣大家會舒服嗎 但事實上呢我們之前有報導過啊 如果以貨車改變成露營車 而且可以享受到比較不一樣的生活的車款 其實還蠻多的啊 包括了之前有High Ends喔 有的車主真的改的很厲害 太陽能板就直接放在車頂上 所以你車子的用電沒有問題 所以你人住在外面不一定要住飯店喔 車子裡面呢你可以去做一些調整呢 會讓你睡得非常的舒適 還有一些車款呢是直接你就買露營車的 基本上呢今年上半年這個福斯商旅的交車數字 也是還不錯的 所以呢我們也看到很罕見的進了更大型的露營車 為的就是要滿足你已經遊山玩水 什麼都玩透透 就是好像減一味的那一種車主喔 那這也是來挑戰市場的接受度 那我們講這麼多了 如果我們剛剛看到的是這個銷售Top10的排行榜的話 八月總市場也告訴我們說哪些車真的是車友很多 如果你喜歡熱鬧 你買了這台車你可以加油入車友的社團 跟他們互動看大家是怎麼享受這台車 大家去哪些地方有什麼路線可以分享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個性比較特別的人 為什麼一樣是把這個鄉行車改成了露營車 我要跟你們同個牌子 我為什麼一定要改法跟你一樣 我想走點unique一點的跟你不一樣的路線呢 基本上現在有人就會考慮說 Kia韓國品牌有一台卡旺喔 人家在前面的座位是挺大的喔 後面也可以來調整喔 那又或者是法國品牌真的比較少 因為如果以露營車的選項 就是直接一買就是露營車這樣的選項的話 基本上歐洲品牌很多嘛 賓士也有啊 V-Class啊 有馬可波羅啊 然後福斯商旅啊 有那麼多的選項 甚至小型一點的啊 從California的Ocean 然後到Candy 你也都有這樣的選項 所以就是尺寸上選項也很多 那很多說不 我要買來自己改跟人家不一樣 那其實這個車款就很多 但如果你真的是 呃徹頭徹尾 想要這個整個車子的樣貌啊 或開起來氛圍 要跟別人很不一樣的話呢 基本上有個品牌你肯定會漏掉 那就是法國品牌囉 那Citra Blingo呢 基本上很多人用它做工作車 它其實以工作車來講 它不像鄉型車那麼的貨車感 因為它長得可愛 但是你如果拿它來做露營車 或者是小小休憩的車 做一點小改造的話呢 基本上做起來呢 它也還算是舒服 那它法式調教懸吊呢 也是有一種沉穩穩定的感覺 讓你開起來是安心 而且相對舒適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著Blingo出門 好好體驗一下 Yeah 出去玩 連狗都給我帶出來 咪咚乖乖 在裡面睡覺 不要帶你去吃好吃的 我們今天做的是我們的工作車布丁狗 之前我們的布丁狗的報導 真的推坑無數 所有買布丁狗的朋友們啊 下面都會留言 常常跟我們交流分享 甚至它的布丁狗改得很穿 也會跟我們分享 你們今天有什麼樣的目的地呢 我覺得我們找一個莊園好了 法式莊園好了 法式莊園 法式莊園大台北地區哪有可能有啊 那就跑遠一點沒關係啦 跑遠一點 時間不改沒問題的 你們不會讓我連續三天回不了家吧 我晚上還有吃 挑一台輕鬆的車喔 帶你沒有目的地出去旅行也可以 充電放空一下 真的 欸 我有個好朋友他真的就是開車出去 他說他也不知道要不要過一 他就是開車 他就心情不好就開開開開開開 突然間就豁然開朗 然後他有時候就是直接睡車上車宿 有時候就覺得有個不錯的小民宿 他就去住一下 我們住這裡也可以好不好 這台基本上我跟大家分享 我這台已經是輕露營的啦 因為我太多露營的路友在揪 它的配備太齊全 我到真的是人道就好 所以車子都沒有機會改 上次我們開箱的時候 大家都好喜歡我那台金沙輝 那我們的工作車這一台黑色的 如果拿它來接送小孩的話 人家誤以為你開Alpha來喔 小台啊 你這麼帥對不對 然後看到前列 欸 怎麼那麼可愛 上次就是我們去小朋友家 因為就是抱鼠家很高興啊 然後去同學家 然後小朋友就是看了太多很好的車 看了很多很貼近使用的休旅 小朋友很少看到 這是什麼車 然後衝上來 我兒子很得意說 這可以當露營車 可以當工作車 而且它有桌子 它有窗簾 我現在是Jeremy上身 讀書閱讀可以 欸 我下一個要改造 就是這裡要放閱讀燈 我真的要改 有沒有車友 拜託分享一下喔 而且小朋友在裡面可以站起來 我兒子都站在上面的啊 就只要停到定點啦 然後他那群小朋友上來 左邊進去右邊出來 然後坐後面 他說帶我們去跑一跑 不管我是開車來坐後面 我覺得都很方便 那布丁狗在我們前一兩年使用的時候 大概就是把它當比較偏工作車 然後有一點點錄影車的功能 像我帶兒子去補習啊 那有雙B可以選 他會選布丁狗 因為真的很寬啊 你知道嗎 上來啊 車上如果要吃個東西 他爸就會罵說 欸 你在車上不要用滴下來 那布丁狗他爸就很安心 因為 怎麼替他亂講 不是 是他這種布子很好清理啊 那時候打扮豆漿喔 我跟你講 擦一下就趕緊 這也是塑膠的啊 就打扮 三個都有ISOFIX耶 拜託喔 他的椅子啊 有不一樣的顏色 我覺得布丁狗也很可愛 有這個巧思喔 像我們之前有 Tiffany藍的內裝 你可以選擇橘色內裝 他的搭配也很好看啊 那像我這個 也是很多的 也是灰色黑色跟白 你會覺得法國車的設計 就會很繽紛可愛 然後連你坐後座啊 那個上面那個插銷 那個安全帶啊 他還給兩個頭欸 所以你就絕對可以插兩 第三排啊 七人座 有時候我們會把椅子拆掉嘛 那你買一台車 給自己那麼多壓力 這就不是法國人的本性 他們就是很浪漫 我們家出去了 喔 要分一個人是吧 直接倒一個椅子上去就好 就像到家裡找朋友 聊天那麼輕鬆 因為非常輕的椅子 不會很重 對 就是很舒服很Chill的地方 高速路段 我也讓你很Chill啊 對 來定速一下 不過我發現它在車道 當你便宜的時候 它會震動提心 嗯 然後它基本的定速 我覺得很好 很就熟 背後按一下 馬上就可以設定 它現在的時速 說實在它是比較基礎一點 沒錯啦 但我個人又覺得 我需要剛好都有就好啦 對 我們還是要分駐路都在前面 路況上 對 它只是輔助 讓我們輕鬆一點 我們有DAA的駕駛 注意力輔助系統 其實駕駛座 可以監視全車的人 因為它上面有一個小鏡子 所以我如果比一個 耶 我怕都會看到 所以我們現在都是用跟車在開 現在是跟車喔 很輕鬆 我的腳也沒有在油門上 然後它就自己幫我保持車距 但是我會隨時注意車況 雖然我覺得它的這些配備 你會覺得好像比較基礎一點 因為現在太競爭了 大家都給到太滿了 但是我仔細想想 因為我自己有在用 就是你要的都有啊 對不對 ACC 你現在腳根本不查太板 對 就是骨折 有時候車子靠近啊 像是市區啊 它其實我選短軸 它也沒有到過大 但是車子弄來弄起的時候 幫你也會警示 太過依賴電子系統的時候 反而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其實我的注意力 都還是在前面的路況 雙手絕對不離開方向盤 不然我們今天開要肯定好了 讓你的注意力 不用不用 慢慢的換斷 老闆 我充電了 不是耗電了 今天是來充電 對不起 不是耗你的電 對不起 可是今天只有我充電嗎 你們也要充喔 順便 順便 大家鬆著就對了 我們也想要體驗一下 那個法國風情 大國風情 Chill 說真的在車上真的很好睡 我可以還要休息一下 有啊 有啊 你的行程不會讓我失望吧 不會 我們剛剛已經有導航 我用手機接上去 它可以直接到這個中間螢幕 就可以看到 Google的導航 手機直接找好 對啊 直接MIRROR上去啊 車程要一個多小時好不好 而且它現在很直覺 它就有類似體的這個按鍵 左邊三個右邊三個 導航 那其實還有自己本身的導航 按到這邊以後 它就調到我們的手機上面的畫面 的導航系統 重點是它有點是有中文化的 而且是繁體中文 是 繁體中文 這是一個很棒的 對 當然啊 不像某些廠牌啊 都不願意中文化啊 有些還都英文啊 對 但它現在繁體中文就是 如果你車子有時候給家人 或者爸爸媽媽 年紀比較長的長者 他偶爾要用 就不會問你說 欸 你哪裡 你哪裡 他自己看就知道 因為現在大家都會用手機了啦 對 這個真的沒有什麼障礙 路途還那麼遠喔 對 還有大概40分鐘喔 喔 那我要好好睡一覺囉 可以可以 好好休息一下 好好充電 上這種班真開心 哇塞 這是什麼 你們到底是什麼找的 好漂亮喔 這路也太小了吧 夠天然了吧 好天然喔 我喜歡天然美景 大自然 看樣子我們好像要一路上坡耶 嗯 不用擔心我的布丁狗啦 你不要想說1.5升渦輪墊壓 它是柴油好不好 所以上坡也是很有力的 而且我覺得它扭力也很豐沛 嗯 因為它有300牛米的扭力啦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地形 它上去都沒什麼問題 上坡我覺得其實基本上 油門踏得很輕 跟我在頻度上感覺差不多 我正要稱讚一下它這個變速箱 這個變速箱真的相當的聰明 換檔迅速 該幫你退檔 加強爬升能力的時候 它速度非常的快 聰明的變速箱 對 我認同 因為我們真的也去了滿多地方喔 這個難來飛往 那就是很沒有壓力 而且還有一個非常大的優點 我們今天都不會感受到 就是我從來都不加油 哈哈 我很少加油 可是Snow 剛剛它出現了 燃油不足的這個景色 我真的太久沒加油了 對不起 等一下去加一下油 我真的很久很久才加一次油 我都還要提醒自己 不然它亮幾次我就會趕快去加 而且我們短軸 在這種小小的山路上 講真的是相對的靈活輕鬆 而且它真的是徹底的短前旋 所以等於前面看到 大概就是差不多的位置了 很難誤判啦 很好開 然後我有發現啊 這台車的底盤 跟我們上一台那個流沙巾 比起來 我覺得這一個新年份的底盤 它的調性又稍微再更硬朗一點 欸 你有發現到喔 我也覺得好像不太一樣 晃動感也比較小 可是它排檔的位置也不一樣 對 排檔位置也不一樣 在山路上啊 它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除了爬坡爬著動 然後很輕鬆 它的煞車真的可以歐漏 很安心 就是緊急狀況 很有餘裕可以煞停 它煞車表現非常的好 所以其實馬力130匹 其實很夠啊 你剛剛市區開到現在山上 不管山路或是平路 都非常的足夠 對 而且我還有發現一個重點 那一天我意外發現 布丁狗的一個優點 就是我掀開它的引擎蓋 我的既定的印象都是汽油車 汽油車掀開引擎蓋 都是一陣熱這樣冒出來 尤其是渦輪引擎 結果我那天掀開布丁狗 我在想是不是錯覺 沒有什麼溫度 我的狗狗不會 它的溫度不高 它整體的設計 從動力煞車然後到底盤的配置 我覺得非常的成熟 你就很歐多它的變速箱對不對 對對對 變速箱很聰明 而且給到巴速欸 誠意滿滿 然後我一直覺得 這個變速箱相當聰明 因為它有巴速 所以它動力銜接上很聰明 換檔綿密 剛剛我們表現啊 它一公升的表現是 18公里 一公升可以跑18公里 一公升跑18公里 是因為我們平常會亂用喔 我看到一些車主分享 哇 那數字都很驚人欸 很省油 它彎也不會甩喔 側傾也不是很嚴重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調性 比上一個年度的更硬一些 在側傾的部分有控制得更好 穩定度很多 你看我這次連續彎在山裡面 這邊不是那麼好開喔 但還OK 你看有F1的換檔撥感喔 還累F1的感覺 對 沒錯 它可以讓我需要動力的時候 我就給它按下降檔 很快 但是我有點小小的疑問 它為什麼不跟著我的方向 滿一級轉 對啊 是固定在前面 因為它要讓你知道這不是真的F1 所以我在右轉的時候我會按不到 哈哈哈哈 看大家就有手度啦 有些人覺得有沒有換檔撥感 有沒有換檔撥片 對它開車一點影響都沒有 對不對 因為這台車就是已經是功能導向了 就不會是說 我要 你又不是那種極加速的那種開法 對不對 對 原則上我覺得開到這台車 都是輕鬆再開 所以換檔撥片 換檔撥感 對我而言 影響不大 對因為我很享受這台車 而且它的變速箱很聰明 該有動力它自動把動力補上來 降檔補上來 它比我想要自己換檔都還來得聰明 對 哇這沿途風景搭上布丁桿 好搭喔 我突然覺得其實其他車色更搭 是我覺得流沙巾挺討喜的 現在沒有流沙巾 不要再互換流沙巾了 只好自己漆 自己噴車漆 哇這真的好適合 沿途這樣子一站一站的停靠 好休息一下 放鬆自己 哇好美喔 啦 i know you 好 蜜豆今天玩得開心嗎 今天我們家的大狗跟小狗一起出來 我們家吃飽飽 吃飽飽的 吃好撐喔 那今天我覺得 台灣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寶島 不管去哪裡都會有美麗的風景 就算你也漫無目的地出行 你只要開一台很輕鬆愜意的車 你就一路都會收穫滿滿 而且最近放暑假 很多人壓力都壓力三大 因為想說小孩還小準備要上幼兒園 要選哪個幼兒園 小孩幼兒園準備要上國小 要念哪個國小啊 然後要不要幫他補習啊 要不要安排安清啊 要不要夏立寧啊 我的媽呀 怎麼那麼多事好想 然後你還要上班 然後你還希望能拿出更好的表現 那真的很難對不對 事情很難兩難 事情又那麼多 就是有時候真的要讓自己放鬆一下 你看米豆多開心啊 因為它太窄了 今天突然出來覺得 哇 幸福來得這麼簡單 就像我覺得今天幸福真的來得很簡單 不錯 你們企劃不錯 我也要來犒賞你們一下 因為新年式的布丁狗 它跟我們之前的布丁狗長得不太一樣 不要只看它車色就覺得 這個車色比較沉穩平淡一點 因為黑色 通常選布丁狗 喜歡特別選一點灰啊 綠啊 特殊顏色比較好看 或者自己去調整啊 可是你看到布丁狗啊 新年式啊 你會看到我的廠灰 有沒有跟我們上次408一樣啊 都是新的年式 所以它的廠灰呢 風風相連到天邊 直接連到它的眼睛 瑞麗的眼睛扁扁細細的 就像我的會勾人的鳳眼一樣 我不是鳳眼 我是門鳳的鳳 但是很好看啊 很有精神啊對不對 我們就是有個性 有自己的Style 而且這次有六種車色可以選擇 當然很多人說 之前有幾個很經典的顏色 現在選不到 沒關係 因為每年都有不一樣 那如果說你的車用一陣子 因為它就是 你要的是它的功能性跟實用性嘛 開個一兩年可能 這個E-Blingo出現了 電動布丁狗出現了 或者開個一兩年 新改版的出現 你有想換 我覺得白衣車 黑衣車 中股價都會很抗疊 所以也可以考慮一下黑色啊 黑色也不難看啊 而且我走到路上 人家以為我是那個 保姆車欸 高級保姆車 這邊要賣 V Class 我沒有要賣啊 這台車怎麼可能賣 很好用欸 找不到替代方案的車欸 然後車側呢 因為它有AirProm很好看對不對 然後它有手動的滑門 滑門很方便 很多時候車子提的巴巴巴巴 滑門稍微拉開來 你就可以上下車喔 暢行無阻 兩面都可以 然後車尾呢 基本上因為它有那個窗戶 可以往後開 就是有兩個 兩個門的概念這樣想喔 上面是窗 下面是門 我超常用上面那個窗 很方便的拿東西 你不一定要把整個後箱打開 畢竟對我們嬌小女生而言呢 它就是比較箱形車 箱形車就覺得 好大一個 那麼大一片 可是我只是想拿杯水 對不對 你就把那個窗戶打開 更不用說我以前還拿它 放那麼多衣服把它當行動更衣室 它現在還是持續的完成 我平常派給它的任務 而且做的挺不賴的喔 內裝不用講啦 上下都能收納 只不過說 我的那個是前年的那個車款喔 前年車款呢 其實第二排的下面啊 它是有那個放高跟鞋的地方 那後來啊現在取消 這麼好的idea為什麼要取消 然後雙前座的下面 它有給你小窟窿 你也可以藏一點點私房錢 那裡更隱密喔 製作人有沒有藏錢 我等一下去挖一下 你的布里角選擇是那種有大的大塊面全景式玻璃的車頂的話 哇那個通透度真高 中間又可以放東西 是不是很棒 我這才沒有選啦 因為我是比較務實型的 我就覺得東西 說到空姐已經太多了 放不滿了 所以我已經夠用了 但有些人覺得 欸這車子這樣子很通透啊 就好像開去外面旅遊啊 像坐了飛機 你也可以自己在家裡角色扮演當空姐 看星空可以飛 看星空看完之後我當空姐 欸我為什麼一直在當空姐呢 因為後面可以直接讓你打開來 你就可以把一些裡裡口口的啊 像有時候去露營啊 小枕頭啊 小收納啊 小毛巾啊 哇真的感覺像是行動的民宿 移動的你的家 真的是超方便的 今天你們這熱物企劃不錯 其實基本上我們現在還在路邊 還沒要回台北 因為他們說台北現在下暴雨 下暴雨會影響我的心情 我剛剛經過你們這樣子喔 一路這樣子招待 然後又睡又吃又玩 又放鬆 暴公帳是必然的 但是今天就突然間覺得 欸 豁然開朗 人生峰迴路轉 前面又有一個村 過了這村前面還有很多店 何必單戀一朵花 所以我跟你講我今天回去之後 小朋友的作業我已經有結了 我知道怎麼處理它了 And 接下來我們頻道的企劃 我又有Fu了 喔好好好 我要出很多很難的題目 讓你們可以有更多的機會表現囉 你是Yeah還是哀嚎 好啦 人生就這樣對不對 有時候卡住了不要就一直卡在那裡 鑽那個死胡同 走出戶外 大自然告訴你所有的答案 我們下禮拜企劃麻煩喔 晚上要周公 脫夢跟我講一下喔 人生沒有什麼過不去的坎 只要你願意走出去 你就會忽然開朗 那希望大家喜歡我們今天 這不是試車影片 不能給我介紹那麼多次 這次出來 好好的放任自己的影片 暑假喔 希望大家不要太糾結啦 還有小朋友也放假在家裡 然後工作也沒有辦法停 想個辦法放慢自己的步調 然後放輕鬆自己的心情 走出來 大家的歡喜好不好 祝大家都可以有 美好的一個暑假的假期了 輪到監獄 你的也會出現 你不會有空的 你不會不會有空的 每次 de下千萬無盡 你會有空的 你不會有空的 沒有空的 你不會不會有空的 你不會有空的 真是怎樣 你不會有空的 再次讓我打 maken 歡迎回來帶大家出門走走 是不是覺得心情忽然間頓時就開闊很多 很多事情就是不要自己綁著自己 有時候往英文的方向去發展 你會覺得好像世界沒有那麼複雜 那開車就是要出去玩 那現在很多人考慮說 我如果要很輕鬆沒壓力 甚至有時候有些路段是可以稍微 中腳一點點感受一點加速的力道化 那電動車是一個選項囉 那基本上從7月8月 我們也幫大家報導非常多的電動車 舉凡像是豪華品牌的Q4 E-Tron 哇 沉穩 甚至在山區過彎它是休旅車 它又不那麼休旅車 甚至你有平穩的感覺 坐在後座人也沒有甩擺感 那真的是一台很不錯的車 那除了奧迪之外呢 陸續我們也試了這個賓士的EQ家族 那EQB比較像是類似的車格 那你會覺得它又跟奧迪走出不一樣的路 因為它可以有7人做的選項 那你就可以因應你的需求可以做調整 基本上我覺得大部分的使用者 也不太至於會有里程焦慮的 第一個就是充電的速度很快 它可以快充 第二個是充電的站點很多 第三個是每個經銷據點展示中心 其實都有做一些投資 所以其實充電的便利性是不用太懷疑 但就比較怕假日出門 有沒有大家緊著排隊的狀態 但是有一個特質就是因為有快充 就算你真的沒有很多時間去充電 那你大概花個10分鐘也能夠讓它滿足超過100公里的里程 還給你 所以我覺得電動車現在開出門壓力是小了許多 舉方之前試的BMW iX 那它的策略就很簡單 因為要買到豪華品牌 可能預算不是第一考量 它要的是配備 那以前有些配備像是你是休旅你要後輪轉向 車子要有氣壓懸吊 你需要車子能夠更舒服 那以前這是要選配 如果它把它變成的是標配 然後價格稍微調高一點 這個不知道市場接受度怎麼樣 但事實證明BMW iX 這個銷售數字就整個往上竄起來了 並沒有在民俗月影響到很多交車的人的想法 所以它在民俗月8月份的時候 總市場銷售數字也是不俗的 好再來就是看到了 如果跟奧迪Q4的同個集團的選項 今年可以說是非常的繽紛 而且很多車款 從奧迪開始我們之前也幫大家報導 福斯商旅IDBUS會來 然後福斯集團ID4ID5 我們最近近期也幫大家做試車報導 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 以及Shigoda的恩雅也來囉 恩雅上次我們帶大家出門試駕 遇到暴雨它有一些質感 是比較在這個價位帶裡面少找得到的 那它的配備也給的很滿 沒有什麼所謂的選配的一些障礙 你基本上就是價格定了 然後你買了這台車 你可以享用的東西真的很多 重點是安全不打折 所以其實基本上 同集團有一個好處就是資源有共享 那同集團有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都是不同品牌的車款 但是它們充電呢 或許以後的這個 充電的便利性也會大增 因為你不一定 奧迪的車只能去奧迪充電 你或許可以去福斯充電 福斯的車或許可以去 許可達的充電音樂同集團 所以一些條件基本上是相類似的 那很多人就會開始精打細算啦 到底我要買電動車呢 是要從價位的這個思維切入 還是我要從配備我拿到最多最滿 CP值最高的方向切入 那就要看個人的需求 以及你對於最後選擇到最後最後的 所以條件滿足你之後 你對於這個品牌 你覺得你喜不喜歡 這也是很大的一個重點囉 好第二現場我們今天來瞭解電動車 那我們也會針對每個品牌不一樣 電動車的相關的細節的產品資訊 我們一到手就跟大家來分享 那同時在分享的過程中 我也分享一些我們汽車媒體 還有我們自己的編輯 在試車的過程當中得到的反饋 是不是相類似的 首先第一張圖 我們帶大家看看 這個是MEB的平台 就是眾所周知的 VW集團所用的這個平台 也就是在台灣接下來你會看到 是福斯的ID4用這個平台 以及E-Tron也是使用這個平台 還有就是Shigoda的N-YAL 可以看到這個平台的架構之下 它在電池的分配上面是一塊一塊一塊的 那這在未來的電動車世界裡面 可能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規劃 主要原因就是這個電池 如果發生故障的話 照過去我們傳統這個油車 轉到電動車的消費者 會有個疑慮就是一大塊的電池在那 危險性會不會很高 但是當你變成小塊小塊的電池 拼在一起的時候 危險性是不是降低了許多 又或者是如果壞掉的時候 我不用換掉那一整大片的電池 而是我可以把壞掉的那一片 拿出來做測試 然後確定它是壞的 抽出來換新的上去 是不是在未來的後勤的維修上面 可以省掉很多很多的麻煩呢 好這是一個初步的構想 但是實際上 這個台灣電動車 比較新奇的這一段時間以來 並沒有看到有人針對一塊一塊電動車 裡面的電池來做更換 這個我們後續會幫大家來注意囉 那很多人也會提問呢 我看到電池在一塊一塊的 那如果抽我怎麼知道是哪個有問題 我要怎麼樣做檢測呢 那基本上很多品牌現在的電動車車款 在銷售的時候 他也會特別要求 他們必須要完全去學習電動車的整個構造 那這樣的技師呢 面對電動車的維修跟養護上面的 做法當然自然會跟過去的燃油車不一樣了 假設電動車要做進場的修理 跟釐清到底電池出了什麼狀況 怎麼用起來不太順 那這個車送到了這個車廠之後呢 原廠必須要有一個專業的隔電的布 這樣這個技師全身要穿隔電材質的衣服 那同時呢 在前面的地方 任何會接觸到電源也會有隔電的布 那在下方就會有一個平台頂起來 然後電池卸下來移出來 這就是蠻自動化的 移出來之後呢 當然就是我們常打開電動車看到引擎室 那個引擎室沒有放引擎 而是放電或一些電瓶或一些機構的地方 那你會看到還有一些高壓電的走線 那個橘色的那一塊 那其實傳統原廠也會要求說 好現在電動車技師必須要充分了解 電的原理跟過去油車不一樣 所以你必須要用高壓電的線 把裡面的電池 所有的電都放光了 在平台上放光了 之後再拿出來 經過機器啊 儀器啊 還有專業的技師的監測 確定是哪一顆電池出問題 然後再進行置換跟更換 那是我們稍微了解到原理囉 那如果對電動車還有更多想了解的 也希望很多觀眾朋友 可以盡量留言跟我們來分享 我們可以盡量跟大家來做互動跟回覆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我們看到這是集團化的平台共享 其實全球有很多的汽車品牌是不同品牌 但是同一個集團就會有相類似的狀態 也就是如果它的架構是相類似的狀況下 它如果要充電的話呢 未來其實共享的充電裝也是一個可以期待的事情 因為集團力量比較大 單一品牌力量沒有辦法那麼大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這個MVB平台囉 其實現在台灣有越來越多的車款也即將導入 就是使用的MVB平台 目前在馬路上跑的可以看到就是奧迪的Q4的e-tron 接下來我們要帶大家來進一步認識的就是 Shigoda的N-YA N-YA的話呢這次導入台灣呢 一共有三個選項 包括N-YA85 你要選擇休旅或者是Coupé 或者是你要比較熱血一點的話 就是N-YA RS 至於這兩款車的差異是什麼呢 我們帶大家一個個分解喔 當然呢因為它是Shigoda這個品牌的第一台電動車 所以呢也是把所有的好料用盡喔 來用到是MVB的平台的架構 那裡面的配備當然就要能夠對 過去支持Shigoda油車的消費者有所交代喔 其實每個品牌都在做類似的事情喔 包括這一次呢 因為它是第一台Shigoda基於MVB平台的電動車 所以它有後輪驅動的四輪驅動 以及最大續航里程的WLTP 所測試出來是566公里 但如果N-YA RS呢 這個馬力比較大的話 其實它還是維持在500多 那台灣的數字呢 陸續的縱減了 然後媒體也在試車了 但是這個試車時間沒辦法太長 因為過來是零食牌 有機會在試車呢 我們可以跟大家來做分享 還有呢 0-80%的充電需要28分鐘 就是我們在前幾集節目跟大家分享的 充電必須要快充 太慢的話 真的只能夠沒有壓力的 放在家裡慢慢充的那種使用方式 可能也不符合大多數通勤 或者是想出外旅遊的人的一個需求 還有包括它的直流快充的最大充電功率是175千瓦 這是一個非常漂亮的數字喔 就是充電的效率也很好 而且現在進到台灣的N-YA的話 它是比起去年媒體適到的那個還要新 因為就是2025年式了 所以呢它有很多的進化 比方175度這件事情也是非常吸引擔心有里程焦慮 或者充電麻煩的這個消費者 還有它的動力系統還有相關的豐富的配備呢 就是必須要跟其他品牌一較高低的 其實它要PK的還包括同集團裡的其他品牌 也意味著我剛剛講的Q4E-Tron 可能也是它的對手之一了 但兩台車的設定真的是不一樣 Q4E-Tron就是一個沉穩有質感 設計度很高的一台奧迪車 坐在裡面呢會覺得有那種大老闆的氣勢 但是N-YA呢 它反而多了一點年輕氛圍跟科技度的那種前衛的感覺 加上它設計的質感真的是跟同集團的奧迪呢 做了一個很大的區隔 那包括它的顯示幕呢 它也是給你很大塊面的13吋 數位儀表的5.3吋 以及這個比較少見的 就是你可以在相對於平價一點的車款品牌裡面呢 可以挑到一個有這麼大塊面的HUD的抬頭顯示器 而且是彩色的 那我們實際去試車呢也發現透過Apple Map 讓它可以有點類似像歐洲豪華品牌 德國的BMW一樣 那種擴增實際魚骨上來 越接近目的地它就越魚骨告訴你 現在右轉囉 然後魚骨就起來 然後在你眼前這樣 這是有新的創舉啊 就是在抬頭顯示器裡面 然後在一個比較價格親民一點的車款裡面 可以看到這樣的配備喔 因為它是捷克出身的車款 所以它的這個鑽石切割的線條一直都是它的最大賣點 所以它有Crystal Face的水箱的護照 所以看起來整個車子真的有點奢華水晶的感覺 以及它的智慧副眼頭燈 其實在夜晚啊 如果你跑上山下海啊 晚上真的路上的這個視線不佳的狀況下 它可以幫到很大麻 以及Travel Assist的就是集團裡面 大家都很熟悉的智慧車證的輔助系統 這些全部都在裡面也包括了Level 2 這幾年呢 這個整個集團裡面的車款呢 也都有在駕駛副駕駛座中間呢 多了一個中央氣囊 所以它整個的氣囊數來到9顆氣囊 好那鋁圈的部分呢20順起跳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了 如果你覺得恩雅呢 算是比較不一樣的氛圍 在集團裡面呢 它也不會太乖乖跑欸 它也不會太感覺像是老闆總裁的用車 它反而相對可以有一些愛家的形象的話呢 其實很多人就會考慮 欸 許哥蘭這個品牌 有年輕的感覺 那以馬力數字來講呢 如果你選擇的是恩雅呢 是286匹的馬力 但如果你是要選到RS的話呢 就破300了 340匹的馬力 而且0百加速5.5秒 其實兩台車的扭力呢 設定是一樣的 就是也要讓大家在開車適應度上面 不會太辛苦 那整個的造型呢 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它的獨特的設計感呢 會讓你覺得 對 是休旅車 它又沒那麼休旅車 流線的感覺也是很加分的 尤其是它的擋風玻璃啊 有那種往前傾斜延伸 真的是蠻傾斜 可是很好看 那我個人會覺得電動車 大家都會去考慮到風阻係數 雖然可能我們沒有什麼機會開太快的車 但是難免有時候到比較焦區的地方呢 偶爾你重腳下去可以感受貼背感 那個風阻係數可能呢 到賽道裡面才會感受的到 它的風阻係數設計是0.255CD 當然恩雅RS的數字會更好 好 那內裝的部分也是很多人重視的 因為有時候在車子裡面待的時間呢 還蠻長的 那就跟之前BMW IS溝通的狀況一樣 你進到車子裡面 你會希望它不是一台車 而是很像你家沙發辦出來 陪你到處走 也就是這台車是一個移動的豪宅 移動的豪宅 就是你的家跟著你出門 你隨時上了車你就是放鬆 因為是自己的 你會覺得這是屬於自己的 很棒的一個空間 那恩雅上面也有類似的狀態哦 像居家感的這種舒適的內裝 其實也可以不難發現呢 它的座倉的調整呢 從配色跟這個不同材質的搭配上呢 會讓你覺得坐進來呢 很不一般 而且呢有大塊面的螢幕呢 更加的加分 雙前座呢有這個雙層隔音玻璃 就算遇到下雨 你也不會覺得 外面的畫畫世界會影響到自己的心情 那當然也是品牌呢 在對外溝通的一個重點哦 那其實如果你是選擇休旅車的話 它是用黑色真皮 橘色滾邊的座椅哦 那環倉的LED氣氛燈 氛圍燈 它不只是環倉而已 它其實有一些照明的區塊 包括因為電動車 所以電池在下面 所以中間中控下方 這裡就會空出來 中控台它一樣有照明的燈光 還有腳邊也有照明的燈光 畢竟這個品牌 並不是豪華品牌 所以它設定呢 就是10種的顏色 來讓消費者選擇 那座倉也是數位座倉 非常的高度科技化 我個人比較有印象的就是 它的HUD的抬頭顯示器 如果你真的直接連上你的Apple Map的話 它會變得比較大塊面 甚至呢這個導航啊 往哪邊指的方向 也可以看得出來哦 這些新的科技配備呢 以前我們就是比較擔心說 科技產品如果要更新 我要怎麼使用 但基本上呢 都是回到服務廠 去做一些軟硬體的更新 是很簡單的事情 那其實儀表板呢 並不大 我覺得它的儀表板算是適用 那基本上它有分三個區塊 但你也可以透過下面的方向盤 去移動或調整成你要的 有人喜歡全畫面的滿畫面 但如果是三塊面的畫面 你的跟車啊 你的車子有沒有在線內啊 然後你有設定成功 沒有成功 前後左右的一些車子 它會在接近的時候告知你 以及導航的話呢 它也會告訴你說 現在往哪邊走 那我個人覺得抬頭顯示器 基本上已經是資訊足夠清晰了 也可以幫助到大家 開車可以更專心 就是往前看 看儀表板的機會反而不大 就是我自己實際使用的感受 還有就是一個很大特色 就是它的大塊面的全景玻璃天窗 是膠合玻璃 很多人說天窗那麼大幹嘛 我眼睛就快被閃下 很不舒服 然後這太陽一直進來 我很不開心 但他們在設計的規劃上 就直接設定說 我的透光率要有 因為車子才有開闊 但不要過大 所以透光率是5.7% 那很重要一點是 它其實本身就已經有 隔絕紫外線的效果 而且讓紫外線的穿透率到0% 也就是坐在車內 照道理說是不太會曬黑 但我們還沒有機會實測 這可以讓大家參考 但是它的頭車頂的設計 在後座之間 那空間真的是很大 就算你是Coupé 鞋背造型下來 一樣還是可以給你坐的 相對舒服的一個空間 以行李箱容積來講 也是因為它是休旅 所以585升很剛好 那如果真的不夠用的話 後座第二排 把它往前傾倒 有1710升 這個都是算比較實用 但是跟很多的汽車 在規劃的過程當中 是蠻相類似的 可以參考一下 好那我們講完了 恩亞的休旅車 這是85的系列 如果你希望動力更加的狂暴的話 那恩亞RS就跟它走很不一樣的路線 怎麼樣又不一樣的路線呢 因為從外型上面看 你就知道 這是Pine 而且它有很多的黑化的套件 雖然它是維持它Crystal Face 但是有沒有看到黑色的邊 以及下方的前保桿 它有恩RS專屬的保桿 跟進氣口的設計 跟葉子板也有專屬的綠色徽章 讓你知道說 嘿我就是兇 我就是叫做恩亞RS 黑色的後視鏡蓋 也是把它換成黑色 跟它的專屬車色慢巴率 開在路上吸睛度很高 旅圈呢 就是直接來到21吋 它也有獨特的空力的 造型的一個設計 車子裡面的內裝 當然也會有一些區隔了 就是它的RS專屬的真皮座椅 然後呢 因為你開這車就熱血 熱血就怕流汗 所以基本上它有打孔的透氣皮 那還有專屬的灰色縫線 就跑車的座椅呢 包覆性也很夠 帥度就高很多 那動力當然也很不一樣 那就是在選擇 同個集團下 這麼多選項裡面 如果你覺得 欸這個品牌是你可以適合的 它又有不一樣的選項 到底該怎麼選呢 喜歡動力 你就考慮恩雅RS吧 那如果你真的只是實用的話呢 基本上 我覺得恩雅85已經是 百分之七八十 你所要的一切都給你了 就差那個帥度 但有些人不覺得那是帥 有些人覺得這是 有點浮誇了點 有點讓大家覺得 欸我真的是太凸顯自己的個性了 有些人喜歡 比較愛愛內涵光的話 那我覺得恩雅85 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那兩種驅動方式呢 就是它有後馬達跟雙馬達的設計 單馬達的話呢 續航里程是 566到577公里 雙馬達 因為雙馬達會比較好電 548公里 這是目前WLTP提供的數據 那台灣跑出來的數據呢 我們就等後續公佈 再來跟大家分享囉 那至於行李箱空間呢 倒是跟 Q4 E-Tron不一樣 Q4 E-Tron的Sportback 反而空間呢 比它的SUV大一點 就是透過上下的一些不一樣的調整 但是在恩雅上面可以看到呢 587升 如果變Coupé就570升 其實差異並沒有太大 但是如果第二排躺平的差異 就會稍微大一點點喔 差了大概100公升 提醒大家 不要只看帳面數字 每個品牌都一樣 數字把你集大化 但是事實上到處都是機零角 你很難收納 那那個數字 只是讓你看的開心而已 你並不實用 不如你真的實際去看 你真的喜歡哪台車 哪個品牌 你到展間去看看它的置物空間 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 好的 這是我們今天看到了 其實每個集團在經營自己的電動車 都有各自不同的思維 但集團在到品牌的各端的時候 每個品牌又有自己 覺得要跟他長期喜歡的消費者 來做溝通的不同的變相 所以就算是同一個平台 可是同一個集團 可以做出非常多不一樣的車 開起來你可以赫然發現 有一些相類似點 但是可以截然不同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那除了我們現在看到恩雅 就回到我們今天的第一段分享 基本上現在電動車的銷售數字 雖然不弱之前的大噴發的狀態 但是還是有在跟去年同期相比 是有成長的一個狀態之下 你會發現有一些電動車 此消比漲當然會有這個狀況 但是當產品力很強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大量的領牌 交車的狀態 就像我們這次的 Top10的排行榜當中 看到特斯拉的Model Y 這是怪獸等級的交車輛 700多台是不簡單的 那很多人對於電動車的需求 當然不太一樣 有些人覺得 我就是不需要電動車 我習慣油車 但是當你看到朋友開電動車 油錢省很多 保養省很多 心裡有點心動的狀態下 就決定家裡增購了一台電動車 結果不是還好 一是發現原來邏輯跟過去用油車的方向不一樣 慢慢適應之後發現 其實我們家可以接受電動車 所以我也遇過車主朋友開 Model X Play的車主 他想說這車這麼好 那又那麼大 我可不可以拿來載貨呢 偏偏他的設計就是要有點帥 所以座椅沒辦法輕易的讓你調整 於是乎他多買一台KIA的EV9 這是多買一台 不是把車都淘汰掉 但前一陣子跟他在聊天的過程中 他說不 他把他的Model X Play終於賣掉了 但不是因為他不需要它 而是他發現 如果有個小台一點 然後是存代步 更沒壓力的車呢 那我問他說你選擇了誰 他說他選了MG4 開得非常的開心 不過說實在MG4 現在交一台就少一台的狀態之下 因為有心智了 不知道後續的調整會是怎麼樣 會持續帶大家再來關注 但是除了MG4之外 其實也有很多的 在考慮車子的CP值也好 或者是一樣價格裡面 可以買到最多配備的選項之下 很多人說那Luxian的N7 其實Luxian的N7的銷量 在民俗月稍差一點點 但是還不錯 所以在民俗月過後 有些買國產車的車主 或許提前交車 或許延後交車 可能這個領牌的數字 也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改變 那就是看車主怎麼選擇了 我們今天分享了那麼多的電動車 基本上我覺得 就是要看你實際的需求 那有機會 我們在下集節目裡面 也會跟大家多多分享 再找更多的電動車 那我記得之前帶小師 一起去體驗這個Nissan的Aurea 基本上我覺得Aurea的邏輯 也是非常非常不一樣 因為它是日系品牌 它又是Nissan 所以這個在經營汽車品牌 本來就有自己一套邏輯的人 他怎麼去規劃它的電動車 都是不同的思維了 嗨 各位跨界小銀家們 靠影片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 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的最新資訊喔 更多車款的開箱評比市價 通通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 WinWin跨界大銀家吧